戴戒指的含义 关于戒指的戴法和意义在各个地区都不同 但是共同的是,戒指都是被当作了爱情的信物和象征 按照我国的习惯,订婚戒一般戴在左手中指 结婚戒指戴在左手无名指 若是未婚姑娘,应戴在右手的中指或无名指 而在国外,按西方的传统习惯 左手上有上帝赐给的运气 所以,西方人戒指通常是戴在左手的 通常,戴戒指在双方大拇指都代表着诠释和自信 而左手十指是未婚,右手十指是单身贵族 左手中指是订婚,右手中指是明花幽主 左手无名指是结婚,右手无名指是热恋中 左手小指是不婚,右手小指是不谈恋爱 但现代人大多已经不太距离于规矩 只要自己喜欢,戴在哪个手指都无所谓